22年前的今天 美国一架B-2隐形轰炸机 从美国本土的空军基地 直接飞到了巴尔干半岛 从一万米以上的高空 投掷了五枚炸弹 这五枚炸弹直接击中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邵云环、许姓虎、朱颖三人牺牲 二十多名使馆工作人员受伤 22年后的今天 我们纪念这三位烈士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但是当年的事 我们牺牲的三位烈士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22年后的今天 我们可以告慰他们了 正如烈士们所愿 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了 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 我们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 用来警醒我们自己 也用来鞭策我们继续推行军事强国 实现独立自主 不断的提升科技水平 因为当年美国带领的北约 就是用制止种族灭绝 这个至今还在使用的下三滥借口 对南斯拉夫狂轰乱炸的 大家好 我是磊哥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 开始逐步的兴起 在科索沃地区 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的冲突 越来越激烈了 说是民族冲突 其实背后还是宗教矛盾 阿尔巴尼亚族信仰伊斯兰教 而塞尔维亚族则信仰东正教 在铁托去世之后 平衡关系被打破了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得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支持 并且开始对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进行驱逐 当时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 派出部队跟警察进入科索沃地区 恢复社会秩序 在89年的2月27号 塞尔维亚取消了科索沃自治省的地位 阿尔巴尼亚族直接就不干了 加大力度对塞尔维亚人进行报复 随后官方的镇压也随之升级 91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 分裂成了五个独立的国家 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成立南联盟 阿尔巴尼亚人趁乱进行公投 并且宣布科索沃是一个国家 他们还自行组建了议会 还有行政机构 妄图从塞尔维亚直接分裂出去 时间到了96年 阿尔巴尼亚族激进分子成立了武装组织 科索沃解放军 开始用暴力手段搞分裂活动 面对这种严峻的环境 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当局采取强硬镇压 派遣大批塞族军队和警察 进驻科索沃镇压 科索沃危机爆发之后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蠢蠢欲动 因为可以灭到东南欧 最后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机会来了 在科索沃危机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意识形态军事部署上 不断的施压南联盟 直接导致了双方矛盾的激化 南联盟坚持反对北约干涉南联盟的内政 但是一直遭到北约的拒绝 98年底 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介入科索沃危机 他们找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CNN当年的报道说 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进行了种族清洗 类似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 克林顿政府声称 塞尔维亚族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 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表示 有超过10万名阿族人被种族灭绝 美国政府以最强烈的语气 谴责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 报道还说 美国政府以最强烈的语气 谴责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 看看是不是有新疆那个味儿了 99年的2月24号 北约以保护人权为名 开始轰炸南联盟 从3月24号到4月13号 美国为首的北约 对南联盟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空袭 每一个阶段都不断的升级 到了第三阶段 南联盟内的所有民用设施 包括建筑 桥梁 铁路 公路 电视台 通讯电力以及军事设施 都遭到了24个小时不间断的轰炸 整个南联盟被炸了个稀巴烂 时间来到了5月7号 美军一架B-2隐形轰炸机 从美国本土的空军基地起飞 直接在贝尔格莱德 扔下了5枚精确制导炸弹 直接击中了中国大使馆 我们的三名记者在这次空袭中不幸遇难 而北约用轰炸电视台这个借口说是误会 说是误炸 之后美国又说是因为用了测绘局过时的地图 导致了这次错误的轰炸 又过了几天 美国国家测绘局出来解释说 我们提供的地图不能作为军事精准轰炸的唯一数据来源 一定是其他地方搞错了 不是我们的错 很明显测绘局根本就不想背这个锅 之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访问中国 对这件事进行解释 在副国务卿的报告里出现大量的前后矛盾 其中包括CIA的错误 地图测绘局的错误 情报的错误 这一连串的错误都无法让美国人是自圆其说 我们虽然不认可任何一条美国人的解释 但是又能有什么用呢 这就叫屈辱 克林顿当时面对采访时说 这是一场悲剧 但是这是物诈 五枚炸弹都炸到同样的一个地方 这能是物诈吗 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而且还丧心病狂的使用了贫右弹 美国的国防部长说 科索沃存在种族灭绝 他们就用这个理由开始了对南联盟的狂轰乱炸 干掉了南欧最后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也让塞尔维亚丢掉了科索沃的控制权 从这场北约对南联盟的单方面战争之后 联合国的地位受到了美国严重的挑战 整个国际法则受到了美国干涉主义的严重践踏 这场战争也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利用绝对的空中优势 对弱势的南联盟进行武力迫使其就范的典型案例 那么咱们回顾当年再来看看 现在中国面临的世界格局 还有美国的霸权主义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强大的国防工业 没有强大的解放军 那我们的下场会不会变成当年的南联盟 我们的新疆会不会变成当年的科索沃 还是那句话 如果不是现在中国强大了 美国早就动手打我们了 在今天我们缅怀先烈 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奋斗在 国防事业第一线的人 是他们让我们的祖国拥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解放军 我们中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 但是我们面对敌人是空前邪恶的 只有亮出手中的家伙 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 望战必威 好战必亡 邪不押正 干就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